去收看苏州世界平方球锦妙赛 那么这是女子双打的第二场半决赛 是中国选手刘诗文和朱雨凛 对来自新加坡的冯天威和余孟宇 那么在之前的一场半决赛当中呢 丁宁和李小霞已经率先晋级决赛 他们战胜了李杰和李倩 来自波兰和荷兰的这个组合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场双打呢 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资深的世界冠军刘伟和我共同来 给大家介绍这场比赛 好 大家好 刘伟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这个 方博和季柯那种比赛当中 画面当中回来 感觉到那场球方博 甚至也很不容易啊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 能够冲破自己心理上一个大关呢 你也没想到吧这个结果 对 不管怎样会 会以为这个比分会打得紧张一些 而不是这种这种结局 那么这四个选手呢 都是右手横卧球板 不过今天最大的这个关注点 还是刘士文 是不是能够忘掉 昨天晚上女单决赛的这种 伤痛 和画面尽快投入到新的战斗当中去 他们这两对双打呢 应该说冯天威和于梦宇 配合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新加坡队的 一号和二号主力 无论是什么样的国际比赛 基本上都是他们两个人配对 配的比较熟练一些 那么刘士文和朱玉玲呢 是最新刚刚开始这个 开始配双打的 那么如果说要想出成绩 必须要从这个比赛当中 找到一些默契 是的 朱玉玲这次比赛呢 是止步了八强 上届时评赛 她是进了四强 进了单打的前四 上一次是进了前四之后 也是输给的刘士文 这一次巴金斯也是碰到刘士文 年轻运动员啊 我想还是不要失去这个锋芒 虽然时间过得很快 一旦这个锋芒没有 这个比赛的成绩啊 包括整个人的这个势头啊 就不会这么猛了 刚才杨颖说了 这四个选手都是右手横板 快攻杰和胡圈的这个打法 那么两个右手的这个配队啊 对两个人的这个步伐的要求非常高 也就是走动中击球 以及跑动范围需要特别大 没错 特别是左方位 就两个右手横拍的反手位 嗯 这个跑位 好球 下来 这个双打比赛啊 嗯 最佳的状态是两个人配合的像一个人一样 对 但是呢 他又脱离不了 每个人单向技术的一些优缺点的这个制约 所以在这个回球的这个落点上 你是否能能够打到这个接球队员的这个薄弱环节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另外两个人的球路啊 是不是能够相互的为对方服务 为对方考虑 嗯 这是新加坡女队的主教练 锦俊红 锦俊红原来呢 他的打法呢 是反手生交 正手反交 这是一个机会球 但是是台内球摆的中间 冯天威不太好发力 哎呀 这一局比赛十一比九 冯天威和余梦宇先胜了开局第一局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事转播由武良业独家呈现 天地精华 民族精神 中国的武良业 世界的武良业 风不停 跑不停 极风精益 精致跑鞋 三六一度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转播的这个女子双打的比赛 其实双打啊 刘伟是最权威的啊 不光是混双的这个三次世锦赛获得 而且女双和乔云平也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 刘伟你觉得这个女双要想能够把她打好 打精了 到底她的这个场上的精髓是什么 正所谓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单打水平没有这么高 可能双打要好一些 我觉得重要的是在练习当中是练习那个抢点 尤其是这个步伐当中的预先启动 所以那个一般双打好的时候 她老能抢到那个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场比赛 我想从这个双方的这个技术特点上来看 确实刘士文和朱玉玲啊 这个比赛并不上风 我看到 其实从她杨颖你没觉得吗 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单向技术来讲 他们两个人的速度应该是比冯天威和余梦宇要快的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左半台的这个比拼的时候 两个人的这个步伐走位稍微有一些 有一些别扭 捣得有点乱 对 好像老抢不到那个点 从个人技术来讲呢 这个冯天威的这个正手杀伤力比较强 正手全台的这个走动拉球是冯天威的特长 余梦宇呢是两面发力 他的中间位是他的薄弱环节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谁打这个球 谁接 打到哪 这个是关键点 刚才刘伟给大家介绍 现在看来这个朱宇玲刘诗文在反手位啊 两个右手横拍 这个跑位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好像总是找不好一个特别最佳的一个击球点 嗯 现在冯天威跟余梦宇呢 就是在压住朱宇玲跟这个刘诗文的反手位 一般的球他们不太敢给到他们俩的这个正手 因为两个人的正手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刘伟你来参加这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给你比较深的这个感受在现场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这次比赛场馆啊 包括现场这个气氛 因为以前你也参加很多次这个世平赛了 嗯 我觉得就是赛前的这个包装 哎 包装音乐啊 这个灯光啊 我觉得整个这个体育场里边像过节一样 大家都嗨起来了 所以这个赛前的这个包装很容易激励运动员 更好的投入比赛 发挥更好的自己 没错 我看那个两个头像啊 那个电子屏 嗯 现在已经这个包装的像世界拳王争霸赛这个拳击手出场的那个感觉 嗯 这个双打比赛我们首先看双方运动员的这个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 如果说哪一方接发球比较好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应该说就可以主动的进入相持 这样呢就是刚才这个就爆挑这个这个球就非常好 就可以主动的进入相持 这样呢就可以占据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球就非常明显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战术啊 冯天威 余梦宇 是紧压住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反守卫 之后再兄辨 朱玉玲和刘诗文的正守卫 对 刘诗文和朱玉玲啊 在反守这个一是跑位 二是速度上 还是要把速度表现出来 其实他们在速度上是很有优势的 就是看打没打得出来 打不出来 冯天威的正守威力就会出来 感谢大家 天颖 我觉得现在刘诗文和这个朱玉玲一定要减少无畏失误 其实真正形成相持的话 这个双方实力相当 所以说在前三板的这种比拼当中 一定要减少无畏失误 好球 第三个网 擦了三个网 太难受了 估计这个擦的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这球 你看这球 余孟宇摁住了 完了又一个擦网 这个旧擦网 其实是能够表现一个运动员的 这个技术水平 以及他在场上兴奋的精神状态 有的人特别兴奋的时候 他什么球都能救过 擦边擦网 什么死球活球 全部给你过去 投入的 放我 对 好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女双的这场半决赛 要是前接的时候就要稍微尽力 好吧 人靠前一点 尤其小岛这个现在冲起来 所以你拉完 对 他拉完要往前靠 要发生一点 好吧 还是小岛要多形成一点侧身的情况 我以前我老觉得 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 所以说就看临场的应变和发挥 其实正常 昨天刘诗文要是不遭重创的话 这场比赛我应该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昨天你说对于刘诗文来讲 应该是昨夜无眠 我说 肯定是会受影响 但是今天你看通过第一局之后 刘诗文马上又投入了 我觉得比第一局打得要好很多 是 这个第二局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站位都往前靠 都往前靠 减少了很多无畏失误 另外就两个人的速度也提快了 跑位也比第一局要顺一点 漂亮 这个是刘诗文的点 速度比较快 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中国对这两名运动员 在场上的应变能力和调整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第一局输了之后 第二局从站位 从节奏上的这个调整 还是比较及时的 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苏州第五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苏州市锦赛呢 是从4月26号到5月3号 今天是比赛的最后一个 一天 将会有两个项目 也是最后两个项目 将会产生金牌 就是男子单打以及女子双打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李小霞和丁宁 来争夺世锦赛的女双金牌 那么男子单打呢 将会在马龙和方伯 在今晚的20点30分 将会产生男子单打的冠军 男子单打的冠军呢 这个奖杯呢 叫圣伯莱德杯 这个圣伯莱德杯呢 是从1926年第一届世平赛 就已经开始设立了 现在两位中国运动员 逐渐地打回了自己的一些优势了 嗯 嗯 好 六 三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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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刘士文挑的很巧妙 刘伟这个台内短球这个挑打 在横拍运动员当中 是最突出的 因为很少啊 因为在这个整个解说的比赛的过程当中 经常说到这个横拍运动员就是不会挑 你看今天早上这个马龙和这个樊振东的球 从头到尾就摆死他一个正手短的 到最后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所以刘伟这个台内短球 如果把手能伸进去 充分的利用这个灵活的手腕 把这个球弹起来 或者是把这个球拎起来 能够把短球彻底攻破 你觉得应该去怎么 去这个练 或者怎么去改变 我觉得这横拍一的他抓板太死 太硬 是吧 再一个他手不敢往里伸 就不敢把这个动作做完 总是碰啊搓啊什么 没什么太高质量 没什么办法 就是一般都知道这个直握球板 直握球板的这个台内球技术 控制球能力非常强 台内的挑打能力非常强 那么横握球板呢 往往是由于它这个握板偏向于反手 或者偏向于正手 而失去了另外一方的这个发力 所以在这个握板的这个方式上 握板可以稍微松一点 这样呢可以有一个微调 到正手的时候正手可以发出力 反手也可以发出力 就是有这个微调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要把你原来正手挑打的这个技术录像拿出来 让这些年轻运动员去看一看 那个这个揭发球挑打 在双打跟混双里边还是很好用的 非常多 对对方的这个威胁 有一定的威胁力 这样中国的这对选手 刘世文和朱玉玲 现在是二比一领先 我们稍后就会继续 为您带来这场与双的半决赛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事转播由武良业独家呈现 天地精华 民族精神 中国的武良业 世界的武良业 雪花涌闯天涯 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来看 53届世平赛 女双的第二场半决赛 中国选手刘世文 朱玉玲对新加坡的 余孟宇和冯天威 刘威 刘威 你看现在 这个朱玉玲和刘世文 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 把最起码把他俩的这种特色 特点风格 这个基本的一些反手的速度啊 这些衔接啊 打出来 前面的是有点打愣 抢吗 抢不到位置 那我想接下来 这个新加坡这对 肯定要变对方的 变刘世文和朱玉玲的正手 对 因为反手他们现在 已经是很顺畅了 这一局 你看这个 从前几分球上来看 这个新加坡队 加大了这个 搏杀的这个力度 从揭发球的这个条 以及下拳球的上手 但是杨颖 你没发现吗 新加坡队这两名 现在不能说 叫小将了 应该说 新加坡这两名老将 自身老将 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身体能力 身体能力都有所下降 可能也有伤病 你看他们两个人 膝关节上都 这个呼吸都带着 所以这个像冯天威 以前有一些球 可能会侧身正手 拉的一些球 现在就站在中间 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就是由于身体的能力 下降 不够下降 完了造成了 他技术上的 这种能力下降 是这样 彭天威呢 是本次世评赛的 中国队的最大的一个 女队的对手 在单打方面 这次他是输给了木子 而且是完败 0比4 之前呢 在亚洲杯的单打上面 他是赢了朱雨林 赢了刘诗文 小祖赛 他赢朱雨林 决赛呢 他赢了刘诗文 获得世界 亚洲杯的女单冠军 亚洲杯主要木子没去 木子要去 我估计反手 那个生交的弹击 还是可以 很好地去发挥 其实像冯天威打球呢 他比较聪明 他在等待着 中国队队员出错 其实并 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并 他们两个人 并没有说 特别漂亮的球 就是威胁很大的 这个球出现 更重要的是 就是你像第一局 中国队的势力 完全是由于自己 没有调整好 没有找着那个击球点 造成了一些失误 自由地给 Дtit了 经备那些 入口中了 了汽离 确实从这场双打上来看 我们看到刘诗文 就是昨天单打的这个比赛 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就整个人的这个气 最起码不是那种 斗志不是很高昂那种感觉 人肯定是有那种感觉 从那个高点 喜马拉雅山上摔了一下 摔得还挺狠 确实有点 在这个情况下 运动员的这种崛起 他现在就是 应该说对他来讲 就像闯关一样 一道难题摆在他面前 其实人完全是 不在一个状态上面 就是和昨天和丁宁打之前 那就是天壤之别 两个人 这是必然的 换谁谁都是这样 很难克服 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肯定会受打击 眼看着赢到手的球 一片形势大好 一片形势大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办出的 这个是细细的 所以这个双打还是要继续 比赛还要进行 刘诗文需要逐步逐步地 调节自己 只需要现在做到 就正常发挥 因为本身双打 也是两个人的事情 同时对手也不是说 特别地强大 哪一块你技术上 杖势上你过不去的坎 这些东西我想都不存在 正常发挥 输赢也就这样 也得想开点 恐知道是更多的 给他们鼓励 让他们还是放手一搏 大胆一些 看了这将近三局比赛 新加坡队的这两名运动员 应该说侧身还是不多的 那么在两名运动员 侧身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刘诗文和朱玉玲 现在可以多给一些 新加坡队中路球 中间位的球 女子的选手呢 相对男运动员呢 就是在比赛当中 这个落点意识啊 没有那么强烈 其实我觉得速度力量旋转 还要加这个落点 好球 最零 漂亮 对啊 第四面运动员 在结束大比赛 三比一 有请的拉拉满杯 好 对啊 东风风神L60 要您共同关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精彩赛事转播 东风风神L60 指心静静 C'est si bon 水中贵族 百岁山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视频赛 我们还是请 前世界冠军刘伟 为我们前几局啊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总结 嗯 那么首先是这个 在第一局的这个失利 中国队应该说还没有调整好自己 那么随着这些 这个比赛往前推进 现在这两名运动员呢 在场上的应变 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下一局 我们就看新加坡队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落后 大分落后的这个情况下 有一些应变 好球 另外啊 双方这个比赛 从第二局开始 我认为双方的发挥比赛的过程还是很精彩 嗯 这个球啊 在双打当中就是遍住两个右手的反手位 给他挤到那去 然后再勾他一个正手 就看谁能够先把对手 遍到左边的小三角 大家看到这才是双方真实的 实力的一个表现 嗯 中国队应该是技高一筹啊 嗯 现在他们两个人 你看打得非常聪明 刚才那个球 基本上连续压对方的这个中间 让冯天威的正手 胡圈球 发挥不出来 余孟宇的这个两面发力 借力发力 也发挥不出来 这次世平赛的这个场地啊 杨颖特别大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第一局 刘诗文跟这个朱玉玲的这个比赛 这个反手老觉得够不到球 其实这个就是 你如果说平时广大球迷 在打球的时候 你的那个训练场地比较小 结果打比赛的时候 场地特别大 就会出现你够不到球 发不出力来的那种感觉 没错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从 步伐上进一步的这个调整 首先要往前站半步 之后呢 这个多赢钱打球 这是一个经验 是 因为大场地之后啊 一是球速慢了 第二个自己的力量小了 他不像平时练的那小管 打起来很舒服 大家都能借上力 显得这个自己的力量特别大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吧 到了大赛 所以中国队呢 就早早都想 谁都想到这个主管来练一练 适应场地 适应场地 适应场地它是有这个必要 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刘伟姐 刘伟姐 刘伟就是昨天刘诗文输完比赛以后 到今天这个双打的过程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孔宁慧知道 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暖队员的心 一定要深入地深度地去安慰他 让队员能够 能够我觉得让刘诗文能够跨过这个困难 能够正常地投入到今天 今天整体我们看到刘诗文还是很成功 对 杨颖我觉得这个教练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思想的引领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像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 就会就会想 哎呀这个运动员他拿了哪个冠军 拿了多少冠军 但是我现在在看一个运动员的时候 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之后可能有的人碰到这个困难 他就颓废下来了 有的人碰到这个困难 他还能这个这个绝地反击 还能够崛起是吧 这个就是人跟人的不一样 哦 余孟宇这个反手底线长球 判断失误 漂亮 你看这个中间的下旋球 搓到冯天威的中间下旋球 他侧身的时候 他的这个步伐以及膝关节都会受影响 这球 这样中国选手刘世文朱雨灵 就顺利的和丁宁李小霞 会试决赛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 在女子双打的比赛当中 刘世文还是能够同样的正常 正常的权力的去发挥自己 还有机会去夺取双打的比赛 那么这场球结束 随着这场球结束 应该说中国队拿到了本次比赛 五块金牌的四块半 对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转播到这就结束了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今天晚上 20点30分 南单的决赛 其实很快能够进入状态 一向来就丢了一级 但是连接下来 接下来四级马上还是调整得很快 做出的具体什么调整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刚才可以看到 时间并不是很长 中国选手刘世林和祝宇灵 就是战胜了新加坡的这对组合 红天威 还有余梦宇 最后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了 决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 18点45分来进行 其实时间并不是很多 在间隔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两名运动员要做好 这种体力的调整 尤其是心态的调整 他们在转播当中 一直都提到了刘世文 昨天在输掉比赛之后的心态 那么将会面对的是 丁宁和李小霞 会呈现出什么的场面 比赛18点45分就要开始了 我觉得进入到女双决赛 应该说还是在意料之中 两队是中国女队最高水平的对决 应该说大家的消耗也是非常大 尤其是丁宁跟刘世文两个人 昨天刚刚打完一场 非常激烈的女单的决赛 应该说在女双当中 我觉得他们还会全力以赴 因为这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 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前 双打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团体赛当中 有一场双打的比赛 对于他们双打的能力来说 也是一个考验 我觉得在转播当中的 无论是我们的朋友嘉宾 还是在演播身边 很多人都提到了 运能的这种心理 在昨天对阵丁宁的时候 丁宁在最后一局 出现了那样的情况之后 大家觉得可能 这个场面会一边倒 因为丁宁受伤了 可能一动会稍微慢一点 而刘世文呢 他速度很快 只要掉动起来 拿下剩余的比分 会很容易 但是呈现他的场面 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伤停的过程 作为丁宁来说 他可能利用这个时间 他有一个调整 因为从他3比1领先的时候 一路被刘世文追到3比3 又是在第4局0比2落后 他需要一个调整 并且他的脚 确实也是有一定的伤病 那作为刘世文来说的话 可能一路节奏比较顺 一直到落后 已经把比分追回来 已经占据了这一些优势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没有一如既往地去执行 刚才的技战术 包括其实打到第7局 也是很少见的一个现象 是轮换发球法 在两名攻球运动员当中 有一个轮换发球法 因为我们平时也很少看到 在消球一消球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都没碰到过 但在那个时候 可能要求他在12板之内 必须要赢下这一分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刘世文这方面 还是心态上面 有一些变化之后 出手还不是特别坚决 对 这对者很多人都在问的 就12板之内要结束这一分 如果12板之内 还没有结束这一分 这一分会判给谁 那就是 发球一方 对 发球一方 因为到最后是轮换发球 一人发一分 那就是作为一个成熟的运动员 如果说是你碰上了那种情况 场外有没有教练在指导 两名中部队员在打吗 碰上那种情况 对手在商庭 而我现在呢 我昨天看到刘世文就一直 自己去遇到的去遇到的 在跟自己说 在做心理暗示 在做心理暗示 甚至都不敢去看丁宁那边一眼 会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吗 其实他也是在 就是避免这种 因为一些死的 一些这种灵场的一些变化 影响自己的心态 他其实也在客户 因为他也不想去过多的去看 这个丁宁的伤病啊 包括大夫给他的医治啊 他想把自己的思想 能够冷静下来 专注到比赛 我觉得这也是能理解 但是从自身来说 我觉得他没有完全的调整好 因为他的出手 还是跟之前的比赛 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感觉 因为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他只想专注于一分一分去一样 可是当这个比赛 慢慢接近胜利的时候 往往一个人会出现 这样的这种 患得患失的想法 对 心里的摸动 好 来看一看 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的新厂记者李武军 对参赛选手的采访 雷叔叔 朱宇玲 下你们表示祝贺 就是在输掉第一局之后 能够连班四局 有了什么样的调整 我觉得还是赛前 已经做好了这种困难 开局困难的准备 因为双打也是两天没有打了 然后再加上也是昨天 刚刚打完单打比赛 今天可能一上来 整个节奏和速度 可能没有完全的 跟上比赛的节奏 然后但是还好 我觉得我们俩人第二局 非常关键的时候 还是非常坚定 然后咬下来 首先我们在赛前 已经做好了这种 可能会打得不顺的 这种局面 因为毕竟 昨天刚打完单打 然后我们两个赛前 也是想 一定要互相鼓励对方 这是第一位 然后其次就是在场上 一定要狠一点 然后一定要坚定出手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 应该是处理的比较好吧 怎么准备今天晚上 跟丁宁和李小霞之间的决赛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 全力以赴去拼嘛 因为市井赛单向的 这个冠军 我们俩 如果一直在进行 就 presentations 上诺 然后我们也是 就在那儿 我们不要再 komen 那还没 东西 那迟你 很快 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